欢迎收看小高日前 跳水奥运冠军全红禅和陈玉希 王宗元等队友 一起参加了赞助商活动 有趣的是 当主持人送上四套试题卷子时 黄姐马上一脸嫌弃 转手塞给了陈玉希 全红禅从小就不爱学习 当父母在她七岁时 送她去湛江市业余体校练跳水 她很开心 以为自己以后都不用学习了 只用完就好 但是去了体校才知道 除了训练之外 文化课也是要上的 日前 全红禅和队友陈玉希 王宗元 龙道一 一同参加了某赞助商的活动 结果没想到 赞助商送给了他们四套考卷试题 全红禅刚刚接过卷子 赶紧往陈玉希手里塞 一脸嫌弃 主持人说道 送点卷子就是一人一本拿回家做 全红禅看着四套卷子 吓得直往后躲 师兄王宗元故意逗她 红姐 这四本你全部做了 于是 陈玉希又把四套卷子 往全红禅手里塞 全红禅接过来之后 马上又送回给了王宗元 就像击鼓传花一样 王宗元把卷子分给大家 红姐把卷子拿回去做 全红禅装作没听到 随后她又说道 我监督你们做 王哥说 不不不 你也得拿一个 你是我们导师 拿好了 全红禅百般无奈地 接过了卷子 随后表示 拿去给我妹妹做 最后赞助商哈哈大笑 全红禅抱着卷子 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主持人犀利点评 妹妹此刻不知道 是喜是忧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看到就明白 什么是左手来右手去 很喜欢她的真情流露 有受过应试教育的摧残的天性 就是这样强大 让人羡慕 哈哈哈哈 监督你们做 拿给我妹做 哈哈哈哈 小脑袋瓜很聪明呢 哈哈哈哈 这小脑瓜子 缠宝脑子转得好快 要么监督你们做 要么拿去给妹妹做 反正你不做 对吧 全妹真是一点也不装啊 哈哈哈哈 全妹真是个小机灵 拿去给我妹做 真好的亲姐姐 反正她不枉别人的套子 钻铲宝一直很机灵